那我呢是今年三月份受禁的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啊 我就是一直相信我们主 相信我们的主就是真神 那在去年我来美国之后呢 在我的朋友王乐弟兄 Rachel姊妹的引领下 我就去参加了我们 其诺港照会的聚会 在接触下来之后啊 我发现我们照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真的是很有爱的 让我很受感动 那特别是我的女儿 她非常喜欢一起唱诗歌 跟小朋友们一起参加儿童聚会 读圣经故事 那她的行为习惯呢 都在向好的一面发展 我感觉啊 我来到这个异国他乡 因为我来了才不久嘛 就差不多到现在也才一年 我感觉自己真的像 找到了第二个家 找到了亲人的爱一样 所以就因为这样 我就选择了受禁 那我感觉我真的是一个 很受主眷顾的人 因为在受禁当晚 我们的主就给了我一个 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那个回家的路上 在高速上呢 我的车当时是出现了事故 刹车就是刹不住 要踩好多下 才能有一点点制动 当时真的是 吓死人了 惊心动魄 整个人都是懵的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车上还有我七岁的女儿 那怎么办呢 就想到平时弟兄姊妹们说的 有困难就要跟主祷告 在一路上我一直在跟主呼求 祈求我的主能保守我们平安到家 真的是感谢主 一路上平平安安的 一点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都到家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 这件事情我真的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感谢主 那现在呢 我每周都会参加我们 召会的聚会 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呢 一起读经 让我感觉呢 特别受益匪浅 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啊 他呢是一个 就是工作态度很消极的 上班经常迟到偷懒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整个人的状态 真的是降到低谷 慢慢的 真的我都觉得 我变成怨妇了 每天都心里非常非常讨厌他 那但是在我读完 马可福音之后啊 我就感觉我们的主太伟大了 他能为了我们全人类的罪 去背负十字架 这种爱真是太无私了 太伟大了 我跟主一比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太羞愧了 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情绪 我就对人家产生了怨恨 那所以我就一直要用主的话来提醒我 我们的主他在 马太福音的 第五章四十四节中 他就说的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我就一直用主的话来提醒我 要学会宽容 要去赦免别人 这样慢慢的主的爱就让我感觉充满了我的内心 我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喜乐 那经常读着这个主的话啊 整个人真的是 非常的喜乐 一种是很有阳光的 积极向上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希望我们的福音朋友们 也能跟我来一起相信主 读主的话 你的生活一定会变得 天天都是阳光 天天充满希望 天天都是喜乐的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